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猫泡 顾得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耀 也是秦明 这一部《法医秦明》和之前的系列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最明显的直观感受就是 我们这一版的秦明是最年轻的一版 因为我这一版演的是秦明刚刚毕业之后发生的事情 他可能还不是一个像之前几个版本演的那么厉害的英雄法医 他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那种冲动 这一版的秦明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设定 就是首先他是带着很多故事出来的 就是他的身世啊或者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啊 实观上看他是一个有洁癖 然后很聪明然后很勇敢的这样一个人 但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脆弱非常敏感 然后又非常识着的一个人 有哪一场戏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印象非常深刻的其实是我和张华的戏 最后的那场戏 因为那天的那场戏打了一个很漂亮的光 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夕阳的光嘛 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个张华老师其实演的非常好 然后在那个光里 然后就是能够把我带到那个人物里面去 过多的我也不剧透了 你和安然对戏过程中 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台词有吗 其实安然有一场戏是我刚开始到那个警队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连串的台词是来质疑我的专业上的那场戏 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尸检报告你写的啊 巨人关尸体 尸体上软组织背部组织保存完好 通过保存完好的脂肪厚度 我推测死者的年龄应该在26岁 体重100斤 身高162左右 死者的年龄是怎么判断的 好的 所以你怼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开始质疑了你 是吗 可能是吸引到了秦明的注意 你和林涛对戏的过程中 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台词又是什么 我记得一场戏是 当时他们因为某一个案子就怀疑到我 然后是林涛从医院跑出来追我的一场戏 然后在当时的台词我确实记不太清了 但是他当时说了一些话 让我就是还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两个兄弟之间的话 具体的大家就可以看看这了 相差非常远 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 尽管内向 我可能比较外向吧 我不是一个沉默挖言的人 就是不说话会有点尴尬 秦明可能就是能不说话的时候就不说话 现实中的秦明老师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他爱怼人吗 感觉秦明老师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 很幽默很可爱 秦明和张耀谁更不爱笑 我本人是哈哈大笑的那种 就是我的笑是八字贝克的 对 秦明的笑是那种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笑 秦明有洁癖你本人有洁癖吗 我没有 关于洁癖的细节是身边人告知你的 这不用告知吧 因为大家身边其实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有洁癖的人 不管他严不严重 其实你拍戏的过程中 你就会想到 你身边朋友有什么洁癖的细节 让你印象比较深 我有朋友其实 刚到一个新的房间入住的时候 或者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他肯定是会把所有的房间内的物品都擦一遍 会喷上酒精什么什么的细重 你会这样吗 我不会 秦明心动的表现和张耀本人心动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 秦明心动之后他可能会比较不善于表达 那张耀本人呢 张耀本人比较善于表达 那张耀和秦明谁更毒蛇 那应该是秦明吧 因为秦明他比较一针见血 然后张耀呢本人就是嘴比较笨 第一个故事中巨人观是什么 巨人观其实是一种尸体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尸体内有一些腐败气体 然后发生了膨胀 然后让尸体像像冲了气一样 变成那种巨人的那种样子 就会比自身的那个身材大很多倍 秦明本人是有洁癖的 那法医是不是都有洁癖 这个不见得吧 应该还是分人的 法医到底是医生还是警察呢 对 这个我当时也问过 法医是警察的一个职称 所以他是算警察 对 你为什么说林涛不适合当法医 这个大家看剧就会非常明显了 因为他接受不了 忍受不了尸臭啊 然后他看到会呕吐啊 其实这就是没有办法做法医的人 对 那法医天生就是克服这种生理现象吗 我们当时开机之前 又找一个 就找一名专业的法医 当时问他他跟我们讲过几个案例啊什么的 说他们其实刚开始做法医的时候 就是也是非常没有办法忍受的 他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 这个尸体呈现在你面前之后 你接受不了或者怎么怎么样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尸体的味道 尸臭的味道 会让人就是有生理上的反应 这个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法医因为他要解剖尸体 是不是身上都会有一种特别味道 有的有的有的 因为那个法医老师也说 很多时候他们经常那个味道就好 好多天都洗不掉 这也是为职业牺牲的一部分 对对所以要有奉献的精神 还有什么是你演了秦明这个角色之后 产生的感受 其实感受最多的 因为秦明有很多的那些 专业知识方面的最最震撼的 其实就是当一个人死后 他的身体 他的那些受伤的部位 或者是一些特别特别小的细节 都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信息 所以即便这个尸体已经是那种面目玄非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你也可以通过他的牙齿来判断他的年龄 什么什么的 我还挺震撼的 谁样才能当上法医 我拍完秦明之后 我的感觉是首先你要 真的很热爱很喜欢这个行业 你才能坚持下去了 然后还像我刚才说的 你需要有一些比常人更强的观察能力 然后有一颗愿意被死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个职业还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一个职业吧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